我是一个途生途长的香港人 30岁之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 生活过多于一个月 北京可以说是我第二个家 以前在银行工作 一天需要工作大概15到18个小时吧 但是到自己创业的 我才知道是辛苦了很多倍的 但是现在如果要我再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创业的 一个普通市民要找一个供应商 在香港是很难的 我觉得内地的市场 能够帮你去成功去创业 这个机会率是比较高 你在网上可以很容易 找到很多的供应商 买莲子的话 可能在香港一两的 价格可能是等于我在内地 买一斤的价格 成本来说这个是很吸引 对于一个有兴趣去创业来说的人 这个是很有利的 真的想保持服务水平 和菜品的水平 反正是慢慢做好一个事吧 也会打算回香港去 开自己的分店 年轻人需要有一个开放的 开明的思想 然后去认识这个世界 世界是很大 不只是一个香港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在世界上 不管能够 很快 晋得 献 宇宙 矢